台南这名更生人只能送他四个字 就是难以叫化 因为他出狱之后打零工为生 但是因为家人相继生病住院 经济陷入困境 所以他就请警方帮忙 而警方也很认真 找了企业捐两万块给他 没有想到呢 钱花光之后 这名男子实随之位 再度找警察帮忙 还扬言不给钱 他就犯案 结果还真的偷了一辆乡刑车被抓了 他理直气壮说 是因为自己没给钱 所以没得话 红色箱行车 在台南一处偏僻余温旁被找到 窃车嫌犯是一名今年三月 才出狱的更生人 这个车辆被弃置在一个 很偏僻的余温旁边 所以到隔天 嫌犯才带同警方去取出 这个失窃的车辆 这名更生人打零工为生 在犯案前就曾经前往警局求助 警方多方征询 才找到企业主赞助两万块钱 他还特别在脸书发文感谢 也剖出父亲生病住院的照片 强调家里经济不好 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 刚生人把捐赠的两万元花完之后 再度找上警局要求帮忙 还扬言不给钱就再度犯案 果然不久后 他就偷了这部箱行车 诊讯过程中 又要警方去找社福团体捐钱 警方无法接受 也认为超出工作范围 买了便当给嫌犯之后 依法以送侦办 记者杨文华台南报道 给编程中